六一儿童节的由来 六一儿童节定于每年的6月1日 是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 保健权和受教育权 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 为了反对虐杀儿童和毒害儿童的节日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6月1日定为儿童的节日 所以我们通常称六一儿童节为国际儿童节 新中国的第一个国际儿童节 1950年6月1日 新中国的小主人们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儿童节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但是解放前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 却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也被剥夺了欢乐的童年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健康成长 尽管解放初期物质条件不足 困难重重 党中央还是重视儿童的全面发展 1949年11月 国际民主复联理事会决定 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